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76集 先大概提一下最新的明年电影版的预告片已经出来 我刚已经稍微看过了一下 那大概的新的感想 我发在我的Facebook的粉专 我的IG 当然我哔哩哔哩的动态也都有发了 那大家都可以跟我交换你的意见 尽管还是有一些人 一定是先骂一波再说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无论如何呢 还没有看过啊 就先期待一下吧 那当然嘴巴说期待 我心里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看法 那反正真的不好看 我们再来骂 也不迟 那对我来说 三年五年呢 才一部全能版电影 其实且看且珍惜吧 这辈子还能看几部也不知道了 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明年列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 好的 那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做New Edge推出的这个吊车 那先前有给大家做过红色的消防车了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两个的话呢 差别只有在后面的吊壁是不太一样 连说明书呢 都是共用的 那两者的大小尺寸呢 自然是完全一样 主要的差别呢 就是上方这个挂钩 那显然的话 这一次的吊车感觉起来比较有质感 这个地方至少看上去还是一个金属部件 只是说呢 它的这个形状的话呢 就是你按这个地方往下折 这个地方往上 这个地方是往上 这个地方是往下 anyway它有各种各种的凹法 那把它凹到直啊 就把它掰直啊 这样呢 才会最好看 那它一样是可以前后左右去做一个转动的 内部一样 收纳武器 两者的枪呢 造型不太一样啊 而是除了后面的这个伸缩臂之外 唯一不同就是武器 是有点不一样的 侧边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 这个像水管的部件 那这个地方是银漆涂装 这一次的是白色的 那以前方来讲的话呢 自然这一次黑色的挡风玻璃 好看的非常的多 那车子的滚动性呢 也是没有问题 很好 那玩具的重量感 还不赖 那new edge的玩具的话呢 感觉是比较坚硬 坚实一点点 其他的话呢 还有替换手 那手掌 这个我就没有拆下来了 那握枪的这个拳头啊 也是一样有的 那我们就不多说 我们来进行一个变形过程 甚至的话呢 上一起啊 我在坐这个消防车的时候呢 腿没有变好 那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钩子啊 是这样折进去 塞到这里面啊 必须这么做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完整收纳的 那两侧这里有固定卡扣 把它给松脱开来 然后的话 内部啊 这里有个凸 跟凹的一个结合一样 将它松脱 这里也是一样 两侧都可以打开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里头的手啊 从侧边这个地方 把它滑出来就可以了 整个布丁先往下放 那武器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先把腿给变完好了 腿是这个样子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退下来 折下来到这边 那我上一次就是这一片 忘了折进去 我就把它合上啊 我上一次是这样子变的 对 那因为我自己就有原残嘛 传统技能不看说明书啊 然后侧边这一块就可以放下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把这个啊 脚打到侧边踢过来 到这里 这里折进去 再折一层 折两层啊 这个地方恢复原状 将它给放下来 那提一下 这块部件跟小腿呢 是没有碾死的 它是有可能 它如果你摆错位置的话 它是有可能会掉下来的 那这两侧的锁扣 把它松开来之后呢 把它整个推到前方去 那到这个情况下 我们再来旋转着整个 头顶的这个 以上这个部件转过来 再往下放 先往下放一点就好了 轮胎往后面收过去 手臂的话呢 这个时候可以先转上来了啊 这里是有一块凸的 跟侧边啊 就找到一个相对应的形状 把它扣下去就可以了啊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啊 凸 永远是来找凹的啊 来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里 那头的话呢 就是反转 180度到这边 那我们最后 这个掉臂的话 继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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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收到这里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角啊 给打一个 90度下来 到这边 到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这个整个掉臂 给收进去 收进去的时候的话 如果你记不住 就把握一个原则 首先底最根部的金属部件 是往下打的 先下再上啊 这样子 那你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凸 这个凸 一定要扣进这个洞 那我们就是以这个目标呢 来做一个 锁定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整个给放下来 那还有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转一下 这里 这一块 这样 这个 凹 是要扣轮胎 后面的这个图啊 我自己变到差点就忘记了 这样子 把它给塞进去 到这里 好 推进去 上方扣进去 侧边 两侧 把它给夹紧 好的 我们这款吊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 大功 高成了啊 那武器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 再来的话呢 我要来 我来满足一位 一位 YouTube上面的观众 给我留言 他说 啊 希望我在做 这种同模的比较的时候呢 另外 一个模具呢 可以学 老校一样 弄个快速变形 把它给变完 那我就 也这样来一段好了啊 啊 好的 我们 把 这一款红色的 消防车 也给变形完成了啊 那这里的话 就是提一下 这个脚啊 膝盖这个地方 它是有前后 有一个搓动的啊 你脚的一个站立的话 跟这里 稍微 有一点关系 你可以调整好 好的 那我这一次呢 终于啊 把它推给变队了 那不知道 这位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你这一集会不会看啊 就好像大家都 喜欢这个 这个 快速变形的感觉 没关系 这个观众留言 如果说 对我来讲是很容易达成的事情 我们就完成你的 小小心愿 那两者 那两者在人形状态下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啊 自古以来两者就是相同的模具 哪一个比较好看 这个完全看你个人的偏好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红色的消防车了啊 毕竟它的头上的配件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关节的紧实度这一款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一样 后方 这个完全一样大的背包 那收纳的方式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都可以 因为毕竟这么长的一个部件 要把它给收起来 也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可以看到它那个喷水的一个 这个枪管的部分啊 它是这一次的吊车是没有上引起的 那其他的可动 我们也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要的头 你可以直接 整个给它左右转也可以 你也可以单独的转里头 但是非常的紧啊 不是很好推 建议各位就不要这么做了 手臂抬起来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过渡 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弯超过于90度 腰肾也是可以转动的 脚前后左右踢 都是没有问题 侧踢也是完全可以侧踢开来的 那膝盖 弯超过于90度了 脚踝的接地性 也是非常好的 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均衡的玩具 人形当然是把玩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 侧型的话呢 顶多也就是挑剔一下啊 就是车尾跟真实的一个吊车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这都是自古以来留下来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毛病了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简单的给各位分享这一对小玩具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